大家看到我們花蓮人真正的聲音 我們是背負和期待的 花蓮青年遠赴台北台上喊出新聲 台下誘人手舉標語 我是花蓮人 再遠都要來捍衛民主 要誠是正義 另一頭彰化抗議群眾 標語上寫著 王國昌偉君子我要罰聰 各地民眾不只串聯 對抗藍白擴權法案 更揚言罷免藍白兩黨總召 不過王國昌身為部分區立委 無法罷免 傅昆其態度似乎也沒再怕 民團醞釀在立委就職滿一年後 明年一月發起罷免 看看網路上就有民眾整理出 最有可能被罷免的欄尾名單 以今年得票率與第二名差異 作為危險度最高排名 二四人中前十名 包含圖全集 議員之 丁學忠 尤浩 一直到牛許婷都榜上有名 網友跟直言如果有一半被罷免成功 國會就會被翻轉 被點名的欄尾雖然多表示不回應 表語上的名義 卻不能不警惕 不過是逢藍委許宇珍提出公職人員選罷法修正草案 主張就職一年內不得罷免 而且罷免同意票數要大過於當選票數 對比現在只要同意票多於不同意 且同意票數達到該選舉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未來修法成功想通過罷免並不容易 是不是擔心現在引發民怨會被罷免 所以提前就先在這個選舉罷免法當中 來提高罷免門檻 選罷法修正草案已經一毒副尾 就怕藍白再次強度關篩 恐怕又成了藍尾的保衛服 三十零卡軍事宣台北採訪報